第41题,云云在实验室进行大气压力实验,以知当天的气压为1ATM,但是它使用水来操作实验,若它量测到的水柱垂直高度为74公分,装置如附图所示,则下列迅速何者正确。 我们的P2的压力就是我们的大气压力,题目上告诉我它是一个ATM,一个ATM就是76公分拱柱高,也就是每平方公分1033.6克重,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选项珠是对的,那么选项A跟B要怎么处理呢?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里面,这个意面,它的内外的压力是一样的,所以P1的压力加上74公分水柱高的压力,就会等于外面的大气压力P2,那么这里就会有单位换算的问题,要么你通通要变成公分拱柱高,要么你通通要变成每平方公分克重。 那么根据我们的P等于HD,我们会晓得我们的水的高度如果是一公分,密度是一,那算出来就是呢,每平方公分呢,一克重。 所以74公分的水,它算出来的水压就是每平方公分74克重,那么所以呢,我们的P1就等于P2,P2有是1033.6,每平方公分克重,减掉74, 所以大概还有900多的每平方公分克重的水压,所以当然它的水柱高度就会是900多公分,而不会是我们的B2公分,或者呢,我们把我们这个70公分水柱高换水柱呢,换成我们的拱柱高度,也是利用我们的P等于HD来做个换算,那就会发现呢,这个不会到6公分拱柱高, 这里还不到6公分拱柱高的我们的压力,那么这边的P2有76,所以扣掉之后呢,我们的P1呢,还有70多公分拱柱高压力,所以当然也不会是我们的A选项,所以我们的AB的选项都是错的,因此第41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 我们答案选拱柱,P2等于76公分拱柱, 何者正确? OM